大家好,我叫Yang,我來自表拳館 我在拳館裡有個花名叫郭師奶 很多人都叫我郭師奶 你好,我叫阿Biel,我們是她師傅 我正職是一個社字樓的文員 現在算是一個半業餘拳手 我學了拳應該也有兩年半 為什麼當初會學拳呢 因為當時差不多是一個200磅的肥妹 很沒自信,想減肥 剛好有朋友去了師傅的拳館學了一段時間 就說可以減肥成功 就說好吧,我就一起去玩 就開始了我的泰拳的運動 最初我就是一個害羞的女生 為什麼是害羞的女生 你對上一個教練和學生是一併溝通的 我走過去,她會走的 她是走的,她不是慢慢走,她是跳走的 我又是比較貪玩 看她走,我就追著追著追著 大家熟落了 練習的時候,對打的時候 看她跟師傅打的時候 有多雀躍,有多興奮 所以就給我歌師奶唱下去 可能我之前,師傅都說 我之前是一個很窄的人 第一樣接觸的運動都是泰拳 再加上我覺得去這間拳館裡 給我的感覺很親切 師傅也會很友善 師傅也會很友善 師傅也願意把他們學到的東西 都會教你 給了我一個好像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我就很喜歡這裡 而且覺得越粗 就好像越興奮,越開心 所以就不斷操下去 因為有時候,你練習得很多 都沒有用 你沒有機會讓他們去比賽 去發揮 你簡直好像藏在這裡 沒有人知道 但好像剛巧有這個比賽的機會 大家認識一下 很感謝師傅 好嗎? 把我一個宅侶 慢慢把我的心打開 把我的生活圈子打開 他教了我很多,不僅是排拳的東西 可能就是人生的生活上 社交圈子上都教了我很多 怎樣跟人的溝通 所以很感謝師傅 開玩笑